充分的溝通 那麼縣政府有提點的作為跟建議 第一個 退清法當中已經有對於土地所有使用者跟管理者 都負有責任 已經很明確 但對於行政法跟刑法並沒有並行 所以我們建議要比照區域計畫法 把行政法跟刑法能夠並行 這樣子可以給施法的力量帶進來 那這樣子會很迅速地就能夠來處理 那麼第二件 我們縣政府因為反應 轄區內非常的長 人口疏很疏離 那麼攤商之多 大概是很難回縮廢棄油的 小吃店 那麼要回縮廢棄油 最好的方法是 石油的製造業 應當賦予它要回縮廢油的衣物 免得做維法的使用 我們這一點 跟屎裏面的源頭管理是一致的 但是希望這個必須跨部會的解決問題 我們也希望中央跟立法院 能夠迅速把這樣的責任 刻給石油製造業者 第三 我們同樣跟中央一樣要聯合機場 在昨天的記者會裡面 我們把城鄉處 城衛處 地震跟環保衛生 聯合機場 我們每天下午三點 會把前一天聯合機場的結果 那麼對外公布 也上傳給中央有關的部會 那麼希望能夠中央地方 真的是一條龍而來處理問題 當然我們也跟屎裏面建議說 我們對於過去不得搶行戒日的問題 我們現在也要用科技來處理 那我們已經練習好幾個月了 跟大家修的就是 大家所看到的 平常我們看不到的 哪一樣我們可以 UAB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個UAB 小巧玲瓏 一個人就可以操作了 不必大戰 大隊檢法就可以操作了 而且可以立即的上傳 這個就是它的優點 那我們一定會徹底執行 每天公布 讓相關的單位 這個我們要跟南部聯合機場大會 聽起來 那麼他們以更多的結帝 就以此來互補 這是我們中央地方的結信 多謝 非常有趣 但是 接下來 搭配 我們下一個